许多国家因为疫情而停课 改为腺上教学 但是在中东国家约旦的贫困家庭 根本没有电脑设备让孩子在家里上课 而这些穷孩子不能上学 反而被迫出门打工分担佳计 痛工问题比以前还要更严重 12岁的马斯塔法推着推车 在约旦首都安曼市集的巷弄快步潜进 受到疫情影响 约旦学校已经停课将近一年 改成线赏教学 不过当地有网络可用的学生不到三分之一 不少来自穷苦家庭的孩子 被迫在疫情期间辍学打工 在安曼市集送货 14岁的欧马儿则到店家当修理暖炉的学徒 一天工作长达12个小时 赚钱帮忙付房租 但他心中还有梦 我们只能跟着疫情感染 然后我们要开心 我们要加班 我们要继续学习 要继续学习 约旦虽然禁止16岁以下的孩子当同工 但根据2016年的官方统计 当时同工人数已经达到七万六千人 而世界银行警告 疫情爆发这一年来 约旦贫贫人口增加了一乘一 达到26.7% 专家担心同工人数也将因此显著攀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现 疫情期间约带孩子的受教权被严重剥夺 因为很多人全家只有一只手机 有的家庭连手机都没有 根本无法参与网络教学 继续外界伸出援手 帮助贫困的孩子有机会实现梦想 公司新闻在惠美别一